Hi YouTube,大家好,我是李伟康 Hi,大家好,我是剑红 今天这一节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国盟的署理主席刘华财 终于上阵了白杨勒巴斯这个选区 得他所愿 得他所愿 而当中呢,有一些不简单的整个过程 包括他到底能不能够上阵之前呢 都已经引发了一些争议的 那个争议呢,就是说 在当天的四四大会上 宣布候选人的这个仪式上呢 其实就少了 这个白杨勒巴斯这个候选人物 当天全部议席都宣布完了 就是白杨勒巴斯那边空着 他也没有讲是谁,讲都不讲 而第二天呢,那个媒体 他去问那个刘华财的时候 他就给了这样的一个回答 他说,他是讲 我看一下啊 他是讲说,因为他是PN的署理主席 所以当然是由最大PN总秘书来宣布 一个小咖就要宣布他的参选 就有失身份 说法,这个说话的背后呢 意思是说 一党的同志们 不好意思哦,我押不下你们哦 我还是要找另外一个更有势力 更有实力的人去宣布我的那个竞选 他讲了,你们就没有话讲了咯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有一个 可能有更有实力的人来帮他背误 是,某程度来讲 你可以把它视为是PN之间 就是国盟之间 他们内部也是有一些些的斗争 然后刘华财押不下来 我们来看哦,这个今天老实讲 刘华财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 他归为这个PN的俗里主席啊 他整个Bregatan National的第三把交椅啊 如果是第一把交椅是姆伊丁 第二把是哈迪阿旺 他算是第三把交椅的哦 为了要去参选一个选区 也被当地的伊斯兰党的青年团 举步调去抗议他 所以这个简直就是 对他来说是 对我们来看啊 很情何以堪啊 刘主席你今天怎么样了啊 就是上面已经插点了 上面的各个署里主席啊 主席直接讲说 哎,刘华财去那边 那结果下面 那Biannebus那边青年团 那边的地方的社团呢 就说不协于我不要他 没有错 刘华财他是 我们也知道了 他从2018年 或者是2018年的时候 担任这个党主席以来呢 他就很希望 能够得到这个选民的认证 他才 因为他就是一个政党嘛 这样他很势不逢时啊 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呢 民政党他都没有一个很 基本上都没有赢过啦 我们能够说 他都在这个选举里面 都没有赢过 从2018年到现在 那他的确是很需要有一个 能够得到选民委托的 这个民意授权 去让这个政党呢 继续去运作下去的 而他选这个Biannebus 可能超过60%的 马来同胞的这个选民结构呢 或许可以让他的胜算 是提高了不少 这个Biannebus 其实上一届大选 Biannebus上一届大选 其实也不是一个 PN的强区啦 没有记错 他所占的得票率是蛮低的 只是这一届 也有很多分析员是说 他们也不是说文书的 因为很可能 过去武统的票都会跑到去PS那边啦 然后西蒙的人可能也会最近不满意啦 所以原本他也是成兴党的选区嘛 所以成兴党的选区的选民 转去PS也是有可能的 对 所以that's why 所以that's why 那个一党人才说 其实这有可能是我们赢的时候啦 为什么要让给刘华财 没有办法 因为明镇呢 他可能是急需要有一个能够赢的这个选区 他自己本身也feel得到了 如果是在华人选区 在一些混合 在一些纯华人选区呢 他们可能也不太有这个胜算的 所以为什么硬硬要把一个党主席 受着这样的一个 我们叫做是委屈也好 一些 他其实真的蛮委屈的 因为他又没有说厉害到 人家给他一个百分百的安全区 对啊 的确是有安全区的嘛 的确是有安全区的嘛 但是人家也是给他一个 五十五十的选区 然后他去了那个五十五十的选区 还要被当地的青年团抗议 而且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就是前两天 我们去发了一个影片的时候呢 我们发觉 我们发觉呢 原来刘华财 是如今的流量密码来的 他很奇怪 为什么其实 当我们post他的一些 影片的时候 大家都现在就把那个矛头 全部指向他呢 建宏你怎么看 这个的话 我会觉得会得罪你观众的 某程度来的就是 我们更多时候 我们就喜欢找个人来骂 我们并没有真正的 要去focus在 policy啊 政策上的东西 所以刘华财 有的骂赶快骂咯 讲成 现在骂马华 也不太好吗 马华是团结政府的 的确是 某程度上呢 民政党他取代了以前 马华的那一个 当成我们 人民出气口的 角色 如果说你问我个人看法 其实我还会更加是 会去讨论说 是到底我们的 整个整体的 社会架构 为什么会造成 PN要跑到去那边 我们为什么会造成说 PN越来越往右 然后 民政明明是 号称多元的 也要跟他抱在一起 我可能会更想 探讨这些 结构性啊 和政策面的东西 可是 大家 你如果看留言 大家都是在骂 就算你在讨论policy 人家还是在骂 刘华财是马华狗 我们 汉奸 sorry 你看马华狗 这个字很自然而然 就吐出来了 就吐出来了 因为我们已经 是在民间 已经是流传了 很多年了 当然我自己也不 欣赏 这样标签 别人的一个做法 不过的确 在如今的 这个政治大环境下 民政党 他要翻身的话 是对于任何人来讲 任何人来讲 都是一个路线的选择来的 那比如说 我明白 尤其是我们知道 在马来西亚的 这个政治版图上 第三势力 的确是很难 能够有出头天的 是 就算今天 Muda跟PSM跑出来 他们也要耕耘一段日子 不是突然之间 就可以浮头了 没有错 如果你是 着重于短期的利益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是要默默的耕耘 可能20年 你才能够得到 选民的这一个回馈 认可 这样子的 政治真的是 一个很漫长的 政治真的是 一个很漫长的 这个marathon 这个旅途 这样 明镇他就选择了 看到国盟那边 是有这样的一个空缺 在某程度上 就做了 就迎合他们 就短时经历 既然国盟现在缺一个多元种族的标签 那我去当他的那个标签 没有错 对 这样子呢 明镇他现在最大的问题 他就是 我自己的那个看法就是 他填得不够彻底 对 如果你要真的是要在 依附在国盟 或者是在 这个伊斯兰党底下呢 其实 你就必须要填着彻底 那你也不能够说三心两意的 一方面你又说 想要讨好华人的票 或者是一些多元种族的 那个路线 然后另一方面呢 你又想跟这个伊党 或者是土团党去交好 得到他们的那个支持 如果你真的是要 不好意思了 这个民政党的朋友 就是 我讲的 就是如果你要填的话 你又填着彻底一点 就好像以前马华这样 不要咬UY咬U罗陶快 不要咬UY咬U罗陶快 如果你是说 你本身真的是为了 在这个政治上 你是很现实主义的 你就要得到这个好处 你要得到这个资源的话 那你就 政治没有人笑你的 只要你得到那个资源 你能够赢到议席的话 你能够从那个议席上 去滋养你的 那个政治势力的话 你赢了大家都喜欢你的 对 扎hit就是一个好例子 没有错 所以这个民政党 如果你接下来的路线的话 可能这一届的那个 六周选举的那个成绩 可能也不怎么样 不过如果既然 你选择了这个路线 我就觉得你应该是要 彻底观测的走下去 你要去填 你就填的比较彻底一点 我的看法就跟他不同了 我觉得你这样子填下去 迟早也是会散的 你最多也只能填一个十年 因为你们的路线 你们的中心思想 始终一个就是多元 一个就是单元 对 一个就是很极端的 如果说你真的要把这个政党 长期营运下去的话 可能眼光放长远一点 现在就独立出来吧 对 两条路线吧 今天我们就给了两条路线 如果你是看到这个影片的话 你是民政党党员 你觉得你们的路线 的确要在短期里面 可能下一届国盟有机会赢大选 那你就继续的做一个 那就勇敢的跪下去 勇敢的填下去 跪下去就对了 跪下去就对了 你怎么妈 你默默承受 没有错 那你也不能够讲什么东西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觉得 你参与这个政治 是要有一个政治理想的话 走一条辛苦的路 就去真的去怼着 监督现在的 无论是PN也好 或者是这个PH也好 就走你自己的路 是我相信当中的青年团 智库里面 还是有很多清醒的人的 对 还是有很多理想的人的 就是民政党的朋友 他们只要你的路线 是可以给人家敬佩的话 我相信很多有志青年 或者是有能力 有理想的人 厉害的人 他们也是会 继续进这个党里面 让你们的党能够茁壮的 就像现在一个死胡同 你就在这个PN的阵营下面 我们一般上 这个华人朋友 我们看到的话 只要他把你 只要你是跟着一个 回教党挂钩的话 其实大家那个观感 就已经是不好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Biannebust的这个选区 目前我知道的 就是一对一 所以刘华财主席 也是非常有机会 能够大干一场的 在这个选区上 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 然后也祝 大家好运 祝大家好运 不管谁赢 就尊重民主的选择 对 好 那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再见 拜拜 拜拜 在这样子的 那这样在 没有错 这样在 没有错 所以呢 明 没有讲错 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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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